近期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在山西香坟溃坝事故中 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林坟市委书记夏振贵 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 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 这个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外界关注 因为相较于引旧辞职或免职时的大篇幅报道 夏振贵付出的过程就显得静悄悄的 事实上中共污点官员付出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网友讽刺说 他们只是带薪休假 回国当官是迟早的事情 2008年的山西香坟溃坝事故 时任林坟市委书记的夏振贵 被撤销起党内职务 五年后又回来 当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对于污点官员付出 甚至升官 网友质疑 中共所谓的官员问责制形同虚设 原来辞职的污点官员回国当官 只是早晚的事情 有网友戏称 这些污点官员只是带薪休假罢了 外界认为中共的问题官员频频复出 是中共官场能上不能下的官僚制度的集中体现 中共现在的这一整套官僚体制 完全已经变成官僚私有化了 而不是说是公务员的性质了 官员们之间 他们都是一个共同的利益体 同时官员基层的这些政权 又和中共中央的集权 它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每一个人出了事情 那其他人因为牵着到彼此之间的利益 和关系他们要竭力的进行保护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在微博上表示 官员免职呈贷薪休假 大量付出极不正常 他举例说 因三路事件被免职的官员 却升任国家实药监局副局长 他认为 中共对官员袒护的行径是极端恶性犯罪 中组部首先要承担责任 2008年震惊海内外的三路毒奶粉丑闻事件 当时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 也回国政坛 还被委认为全国扫黄打飞工作小组 专职副组长的重要职务 六名三路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官员付出或被提拔 处李长江吴显国 原石家庄市市长纪纯唐 已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 对于这些现象 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丽佳指出 现代政治文明体制下 被问责官员的付出一般微乎其微 对西方国家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在美国的官员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是真正的功夫 所以老百姓把是用自己的选招 来自己提出你发声 而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 一党独裁的原因就是 所有党的干部 其实就是党场的一部分 他们所在的位置 不是考虑人民大政 作为一个根本执法解决 他们所愿意做的就是维护一党关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说 在美国官员引就辞职后要谋生 可以经商 写书 去大学教书 加入智库 或做公益事业 但是要想在政治道路上东山再起 可谓难上加难 反观这几年 大陆污点官员复出政坛的几个步骤 首先是出了事 先免职 然后进行冷却 过一段时间后悄然复出 如果有人提出质疑 当局则回应 他们合乎规定 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谢谢终于事业